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晚是2022年9月4日 星期日 這一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今早各大最新的新聞 首先今早石澳發生交通意外 電單車坎林寶堅 亦有片有情況 和各位一起看看片 另編商較早前MIRROR演唱會事故受傷的舞蹈員阿Mo 她的爸爸發帖文字MIRROR的醫生說他95%不能康復 情況如何 我們一起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石澳到電單車坎林寶堅 鋁鐵騎士凌空飛起重創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今天9月4日早8點16分 一名26歲的女子駕駛一輛有學牌的電單車 沿港島石澳道前往石澳行駛 途經一個俗稱手臂彎的彎位時 是失控越過對面線 一格林寶堅離跑車洗智 形頭猛坎 電單車人車分離 鋁鐵騎士凌空飛起 電單車殘件四散 尾除電單車的另一格私家車洗智 也收製不及 撞向已經倒地的電單車 事件中一共兩人受傷 其中女鐵騎士嚴重受傷 一拼送院自離 根據網上流出的車鏡片段 拍到林寶堅離行駛期間 一格電單車疑似高速轉彎失控 越線衝向林寶堅離 發出滾的一聲 電單車應聲粉碎 殘件彈出 一格觸見 撞擊力是驚人的 鋁鐵騎士被拋上半空飛墮路邊 另一格白色私家車尾除電單車以致 而撞到橫塘路中的一個電單車 幸好沒有展過鋁鐵騎士 據了解涉事的鋁鐵騎士的電單車掛上學牌 相信車主拿了新牌沒多久 而意外現場的彎位 俗稱手臂彎 彎中彎 是駕入拍攝愛好者 捕捉電單車飛馳畫面的勝地 運輸處表示 因為交通意外 ZO到近學咀道 現在已實施單線 雙程 行車的措施 現時是上指交通繁忙 大家看到相關片段 亦有相關的車鏡片 情況相當令人害怕 即是電單車是越線正面刑頭痛擊的林寶堅 之後亦有另一格白色私家車 差點展過鋁鐵騎士 幸好沒有展過 但傷者一送到醫院搶救當中 希望他們也好回大捕南瓜 另一邊亦跟進一下Mo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MIRROR演唱會事故 Mo的爸爸是再發待討訊 就說載人看來已快到盡頭 Mo的病情就是 醫生說95%不能復原 報道的內文是 MIRROR紅館演唱會上月發生意外 當中舞蹈員李啟然Mo被擊中 我相信受到重創 仍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Mo的父親李勝林 在今天9月4日凌晨 第六次向教友發待討訊 提到兒子的病情指 聽完中西醫有事發後一個月的評估 醫生說95%都不能復原 下星期將會嘗試針灸 但中醫未能有絕對的把握 李啟然能夠全面康復 Mo的父親在信裡分享兒子的近況 指啟然Mo雖然重創 但仍然活著 是不幸中的萬幸 家人能夠一起在患難之中同行 家人的關係亦因此變得密切 Mo的父親表示 過去一個星期 家人聽了醫生們對啟然病情的匯報 心裡的確沉了一下 亦感到在人看來已經快到盡頭 聽完中西醫有事發後一個月的評估 醫生說95%都不能復原 Mo父親慨嘆 每次家人探病 站在Mo的床邊 李牧斯、師母和家人的內心辛酸 是難以形容的 因為想到一個活躍的兒子 現在躺在床上 絕大部分視線都是冰冷的天花板 他透露因為新冠病毒肆虐 Mo需要轉到另一個ICU的病房 亦需要長期配戴頸箍 以至後腦感到痛楚影響睡眠 過度集中注意自己的呼吸 亦是其中的影響 現在仍未能完全脫離呼吸機 聽到也覺得非常之心酸 Mo的父親說 醫生評估Mo是95%不能復原 而這段時間繼續在深切治療部 視線只能看到天花板 亦長期戴頸箍 以及留意自己的呼吸 所以相當痛苦 怎樣說也好 希望各位網友繼續集氣 亦希望Mo最終能夠平安好回大埔南國 另一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足原村獅子山標誌原來楊威海外 日本網上受賣同款杯戰 香港網民說想買過來留念 報道的內文是 香港屋村特色標誌楊威海外 本港有網友近日在日本Yahoo購物網站 發現黃大仙足原村的獨有標誌 是被人製作成杯戰出售 吸引不少日本人購買 香港網友對此大感驚訝 紛紛表示有興趣購買 並感到自豪 都算是一種光榮 如果街坊門有團購預買我 亦有網友說作為足原的一份子 都頗想買過來留念 翻查資料之下 杯戰原來是由本土品牌印象交易所設計 那個品牌是以香港特色文化 例如屋村圖案 通風場花紋和飛行棋作為創作靈感 產品滿載香港情懷 引起共鳴和對香港的貴屬感 黃大仙足原村的屋村標誌成為了 在日本網上購物網站買到的杯戰 據了解不少日本網友都相當喜歡 其實香港仍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可以揚威海外 不知道下一件事揚威海外的是甚麼 另邊商亦和各位網友看看片 這條片近日在網上熱傳 根據HK01的報道 危險行李箱高速滾下扶手電梯 下面的乘客急逃走不掉 下一秒的情況很慘 報導的內民是這樣的攜帶大型行李要小心上落市場式吧 不過內地就流傳一段誇張的影片 不過內地就流傳一段誇張的影片 顯示有個女生在杭州地鐵站 將行李箱獨自擺在一個向下行的扶修電梯之上 結果向前滾下還摘到下面的乘客 受害人腰部劇烈腫痛 立即送院救治 畫面非常驚嚇 網友也批評攝氏的女生缺乏安全意識 又指這樣隨時會變成隨機摘死路人的意外 大家看到相關的報導裡也有短片 短片也說到非常誇張 這個女生不知道是否有腦 把整個行李箱放在扶手梯 以為她可以慢慢下去 我便拿回行李箱 結果放進去後就掉進去 而前面的一個圖人是看到這個情況想走 但走不掉 最終就被行李箱達到腿腿 他說傷勢也挺嚴重的 最終要送院自理 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 老友記繼續不休息 是用勤力毅力 能夠把最新最貼地的消息 儘快告訴各位網友 亦希望各位繼續關心我們的香港 關心我們身邊的時事政策消息 尤其是各大防疫政策近期 漸趨白熱化 基本上每天都有新鮮的東西 我們便會繼續緊守崗位 希望用這個方式 用我們的聲音 繼續陪著大家 陪著香港人 亦特別多謝很多網友 一直以來的鼓勵 我們會繼續加油努力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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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